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近日 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宣称 6月底前 乌军可能对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击 他认为 通过积攒大量的西方武器 反攻是有可能的 第一批大炮将在5月底至6月初送达 乌军可在6月下旬发起攻击 这突然令人想起 去年9月初 泽连斯基访美期间 获赠一本名为《轻度颅脑损伤》的书 如今 这本书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乌克兰军队当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不 阿列斯托维奇刚刚夸下海口 就有人来接牢底了 5月7日 顿涅茨克官员称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部分武器已经报废 无法使用 欧洲伙伴是免费转让给了乌克兰一大批军事装备 以及各种系统的弹药 只不过这些都是废品 有些物品要么已经过期 要么没有得到妥善维护 这位官员还强调 很难说 他们是让不熟练的战士试图使用这些设备 还是欧洲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 利用旧军火库有偿援助乌克兰 照片显示 乌克兰军队已经用上了澳大利亚提供的M777超轻榴弹炮 看样子 应该是在前往顿巴斯部署的图中拍摄的 M777榴弹炮虽然名气非常大 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 它的性能在俄乌战场中并不算拔尖 由于过于追求超轻 因此身管长度只有39倍径 最大射程也只有24到30公里 操作还非常繁琐 此外 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很鸡贼 光提供了火炮 配套的支弩干和超种马直升机却不给乌克兰 这让M777最大的优点成为了摆设 5月6日 俄罗斯电视台公开了 所谓乌克兰政府军5万人大反攻的情况 在飞机 坦克 装甲车等重装掩护下 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大反攻 从俄军公开的画面中 乌克兰政府军这一次组织的反攻损失惨重 到处都是乌克兰政府军机械化装备被摧毁 在哈尔科夫留下了一堆一堆的废铁 乌克兰在那两三架战机几十辆坦克掩护下送了一波人头 那两三架战机也被击落了 坦克全部被摧毁 俄军5月6日最新放出的无人机画面显示 他们使用龙卷风300毫米原火发射的子母火箭弹 成功覆盖了一对乌克兰S300远程防空系统的车队 视频中人员已经汽车逃离躲避 同时路两旁突然出现大量密集炸点 然后路中间的一辆发射车显然被击中 发生了耀眼的大爆炸 由于S300系统的每辆发射车上装备有四枚拦截弹 每一枚拦截弹除了有133公斤的大战斗部外 还有大量的固体火箭燃料 所以炸起来动静才特别大 乌克兰原本装备的S300 其实已经被摧毁的差不多了 这次被击毁的可能是开战后斯洛伐克援助的那一批 由于这种早期版S300配套的老拦截弹射程只有75到90公里 所以他必须得靠近前沿部署 这就给了俄军援火打击的机会 乌军司令怎么合计的 乌军大规模反攻 怕使俄军求之不得 离开城市 俄军就可以对乌克兰军队炸翻天了 这种反攻乌克兰空军掩护基本没有 离俄罗斯本土还特别近 一旦俄军主力解决了主要目标 集中俄军部队打个回马枪 乌军人员损失会很大 俄罗斯电视台真是彪悍 俄罗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索洛维约夫 在自己的节目中展示了俄军的战利品 该战利品是英国援助乌克兰的反坦克导弹 NLAW 他幽默地称这件装备为玩具 为了表明他不是在说谎 他还特意展示了该武器的序列号 他表示 如果英国议员有疑问的话 可以随时来检查 他还现场示范了如何坚扛使用该装备 不得不说这做法很俄罗斯 又一款被寄予厚望 打击俄军的神器破产了 俄军展示发现的美国凤凰幽灵巡飞弹残骸 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使用了 不仅没有炸 也没有袭击到俄军目标 就在中途因为故障坠毁了 美国所谓的绝密武器凤凰幽灵巡飞弹 完全是粗制滥造 上面质量最好的就是那四颗螺丝钉 地地道道的手工是作坊打造 美式武器被吹上天了 可以看到机体应该是碳纤维的 所以重量才可以控制在2.7公斤左右 机内空间利用率很高 塞满了数字集成电路板 这也是它的体积可以作小的原因之一 这玩意儿号称成本做到了只要6000美元左右 操控终端是直接使用的RQ11等小型无人机的 所以比普通的导弹便宜太多了 而且又轻便易携带 所以的确是好东西 不过它目前主要的短板还是电池 只能支持飞10分钟 目标要是距离近那还行 一旦远了 10分钟让操作手就很仓促了 其实用目前的大江无人机 也能改出类似的简易巡飞弹出来 虽然8公里的打击半径 比弹簧刀的10公里近了些 但是续航时间可以更长 成本应该能更便宜 由于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石油设施 进行了多轮导弹打击 克列门丘格炼油厂已被彻底摧毁 5月6日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 不过目前不确定乌克兰这座境内最大的炼油厂 是否真的被俄军全部炸毁 如果是真的 乌克兰国内的燃料燃油储备将维持不了几天了 俄军可以考虑下一步 专门炸运输油料的火车卡车 没有汽油柴油 乌克兰政府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挪动一步 谁有资源加武器 谁就是最终的胜利方 很明显的是 俄罗斯的资源能撑起目前的战争 而美国绝对支撑不起乌克兰还有欧洲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乌克兰第79空中突击旅一个营的残部拒绝战斗 宣称他们已对乌克兰政府军高层失去信心 乌克兰第79空中突击旅下属连级部队 谴责乌克兰政府军高层 未能提供足够的武器 后勤补给以及指挥失败和缺乏指导 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 第一文尼查步兵营残余集合到了一起 画面中不到50人 官兵集体控诉乌克兰军方 乌军营长表示 我们于5月3日突出包围圈 全营几乎损失殆尽 他们被乌军上级抛弃 配发的武器防弹衣通讯器材等 全部是残次品劣质品 比如众人防弹衣模块夹层里面 好多都是空的 没有防弹纤维板 目测就只有一个有块正面防弹纤维板 这就是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 第一文尼查步兵营要投降俄军前最后遗言 这就是告诉乌克兰政府军高层 投降俄军别怪我们 是你们逼的 连防弹衣都是破破烂烂的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多北约的新装备去哪里了 被卖到黑市了吗 这支乌军确实是送上战场的耗材炮灰 最关键的是看到一个乌军士兵 穿着双蓝色拖鞋 早前乌克兰第79空中突击旅总部 遭到俄军导弹的精确打击 至少造成40人死亡 死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 还有更多人被埋在瓦力堆中 看来这个乌军精锐旅番号没了 俄罗斯国防部5月6日公布一段视频 展示了对另一位放下武器投降的 乌军士兵的采访内容 这位战俘谈到了西方给乌克兰提供的武器 以及在俄军的攻击下 乌克兰国家营大规模溃逃的事实 这名战俘还谈到了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人 对待他们的人道主义态度 他说 我没想到俄罗斯联邦士兵会这样对待我 他们把我当人对待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 对我来说 他们的行为很丑陋 他们把我们带到战壕里 甚至可以说是 把我们直接扔进了战壕 像炮灰一样把我们扔进去 指挥部视我们如草芥 我们就像他们的人肉盾牌 我呼吁乌克兰军队的士兵们放下武器 不要再助纣为虐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